今天我要再插拷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依照順序過去就是 台灣陸主幹領聯盟代表 就是趙吉爾那個張維蕙小姐 然後那個台大地理記的張唐一教授 然後台大城江所的那個張宣寧教授 那在過去剛剛到場的時候 我們夜天人導演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幾百英雄 就是那個還有大道神 夜天人導演今天也來到現場 聲援我們的這個有無數的行動 那不過在夜導演那個發言之前 我們是先讓我們的那個 製構角度的夥伴先檢討一下 那個道路邊跟設計的方案 好 喂好 那跟大家是想細介紹一下就是 因為 因為這個連儂這邊一直告訴我們說 設計邊跟的方案是不可行的 那可是我們這邊的 無數製構有專業 專業這個管轄動背景或警官背景 然後主機來做一個空間版的 道路設計邊跟 告訴他們說這個東西不是不可行的 好 那前面我們講一下 其實在一百一百年的年底的時候呢 其實台北市政府就有受害給這個 遠雄說 這個如果要做到 其實樹要去想一個不移樹的地帶方案 那可是在 在夜裡 可是在103年的3月的時候 那個遠雄呢 才在專業公文中提請這個體育局去做 以路救助的可行方案提估 在這個三年之間呢 結果他們的說法是不可行的 那為什麼不可行 那其實他的回應是很籠統的 他說因為以路救助不可行是因為 一百年開通到現在呢 他已經這個結構體已經完成60%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再推說這個結構體 讓這個路數全做保留 可是這個結構體設置的時候 不是就是應該要先引估這個道路 他是不是可以讓樹木丟掉下來的嗎 所以我們就很強烈懷疑說 他其實就是把硬幹 就是把這個結構體貼上去 更加商場的面子之後 我再告訴我們說 我們已經來不及了 好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做出了 做出了 做出了我們自己的方案 好 那首先這是王府南路 這個現在標誌這是王府南路 但因為他是南北向的 所以我們左右一側 那左邊這一側呢 就是 左邊這一側就是 南向的車道 右邊這一側就是北向的車道 好 然後現在第一步呢 我們當然就是把 把這個 路數都保留下來 沒力保留下來 那 現在 現在這個 現在的狀況是 剛才從這邊在北側呢 這個樹木已經被引走了 那我們希望這個被引走的樹木 他其實也都可以把它再植位 那其中呢 只有這邊兩棵樹 可能會 這個他植位的位置 可能會做一個變分 那為什麼這邊要控除兩棵樹 然後會做解釋 好 好 那在兩台這個木棉道 與這個子檀保留下來的情況下 我們 就是我們先 我們先把這個遠雄設計板裡面 他會設計兩個地下引道的這個設計呢 把它架進來 那地下引道是什麼呢 左邊這個框框呢 它的這個地下引道其實就是一個 是在南鄉車道的部分 那這個南鄉車道它其實從這邊進來之後 它是可以直接彎入這個商場裡面的地下停車場 那這邊同時有一個可以從這邊從地下停車場出來的這個地下引道 所以這個南鄉車道呢 它會有一個線道 它是專門讓你車進去 你車出來的 那右邊這個呢 向北的車道 只會有一個向北出口的一個地下引道存在 那這個這兩個地下引道已經為了降低我們對交通的影響 所以我們先把它擺上去 那擺上去呢 先看左邊這個 這個地下引道 它原本的位置其實在我們右邊一點點 那為了呢 要讓這個地下引道貼起這個木面道的關係 所以這個道路 我們會做稍微 服務都會稍微做修正 就是稍微變站一點點 可是這站一點點的設計 它其實是符合規定 因為其實它在設計裡面都做到了 路環都做到了三米多四米 它其實在三米 只要交流三米其實就可以讓它打殼車的經過了 所以我們這樣子縮減 讓它去保留這個車 保留這個木面道其實是可行的方案 好 然後 我剛剛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 這個北向 北向的這個出口呢 我們也是讓它貼在這個地下的右側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南向車道 南向車道呢 我維持它出口的地方 它入口的地方是三向車道 然後後來破傷成四車道 那其中四車道 最熱車道呢 就會擺入我們當作的南向的這個地下引道 那地下引道一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 它的右側就會看它這台原線的木面道 才會完全存在 那最後呢 只會以五線道去做出口 那三線道 四線道 五線道 這樣子的變化呢 是遠球版設計裡面 是一模一樣的 不同的地方只在於 我們的路口比較比較 比較窄一點點 還有就是我們多了一排 就是木面道的樹立 好 那 右邊北鄉車道的部分呢 呃 主要 主要變化比較大的地方 是在這個中間 這個直彈道的部分 那直彈道部分 它原本呢 是直彈道 我們先估計說 左邊這個地方是快車道 右邊外面就是慢車道 那 快車道跟慢車道 它其實就是2加2 一開也就要是2加2 那到中間之後呢 會變2加3 外面的慢車道會扩成三道 那再往上走 那這個 這個中間的快車道呢 會變成三道 呃 對變成三道 那 外面的慢車道 原本三道 其中有一道 對那些車道呢 它會變成快車道的 低下引導出口 所以最後會變成4加2 然後最後呢 再以4加2的方式出 出 出口出去 那 呃 比較重要的是 這個地方有點 現在是2加2 可是在遠雄版裡面 它其實是3加1 就是說 它的快車道有3個 然後慢車道有1個 這樣 那 那 好 這個 左邊就是遠雄版的 我可以看到說 它這邊是 3道快車道 一側慢車道 那在我們的設計裡面 是為了要保有那個路數 所以說我把這個 把這個 一道快車道滑入慢車道 去使用 這樣 好 那 等一下 然後 這個地方呢 我們設計裡面 因為這個 這個 北向梳口 地下引導的梳口 它這邊要做一個 做一個連峰 所以這邊兩個樹 會被移走 那我們需要這個 這個樹它其實已經被移走了 可是它沒有畫圓圓圓 那個地質 那這個樹呢 我們想說是不是可以存在這邊 因為這個 地下引導的入口 是出口中間 會不斷是空白帶 那這個空白帶其實就可以 作為這個路樹 去種植的一個地方 好 然後 先上一頁一下 好 那我們在這邊做一個撥面 在這邊做一個撥面 然後去比較說 這兩個道路 從橫向看的時候 會是像什麼樣子 其實呢 在右側樹剛剛講的 它一開始的時候是三線 三線快速 一線慢速 然後我們現在會變成 兩線快速 兩線慢速 那可是我們中間做了一個樹 然後 這個再靠 再靠北側一點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是變成三線 然後我們怎麼變成兩線 然後呢 中間其中一線快速到 滑到慢線到來 那我們其實這個路樹是不變的 那他們 遠雄版的設計裡面 它其實撞的是新的骨灰 它其實你從這個圖 就可以直接看出來 其實骨灰它的 它是沒什麼遮蔽效果的 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它其實是比較不盛開 所謂不盛開意思是說 它的樹葉比較不容易讓 鳥類去停留 對它不是在找很茂密的樹葉 然後接下來是 不過它其實是忠於各的植物 忠於各的植物 它其實是大型落葉的植物 就是它隨時有可能 會讓大型落葉打下來 上到這個汽車騎士 那其實我們在這邊又懷疑說 你在那邊種這個植物 是不是就是你要定期 你要不斷的在發酵這工程 去做修作的動作 它其實中間就是 被卡很多的地域在裡面 那為什麼你不讓 原本的平常在那邊生存就好 其實這只能在那邊保留下來 它是幾乎不用去動它 因為它已經夠大也夠高了 好 下一頁 好 那北車車 南向車道這邊呢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地下已到的總車會 會不會排 不會排這個木鳴道 那其實它其實 其實它的功能都完全不變 就是三道加一道 然後這裡是三道加一道 這一道出口的總車 右車會出現 就是我們現在的木鳴道 那其實這個木鳴道 保留下來 不僅是作為 不僅是我們看到一個 摩托地景來保留 那同時是 這個從地下出來的這個 這個車它可以跟外面快速的 直行車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安全的 安全的管中帶 好 那我們要說一下 主要主要有差別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個北車車道路 因為從入口的地方 兩車道變成三車道 三車道變成兩車道 快車道會有一個車 越來越快速到滑入漫車道 那漫車道變多的好處是什麼 那我們整體的兩點 第一點是 其實我們觀察到 它現在這個出入口的位置 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在這個中下公路上面 或者是你在這個 南路往北的路上面 你其實找不到一個可以進去的路口 那你要進去這個路 你要進去的時候 你必須要繞到這個視頻大道 這邊有一個出入口 那所以這個給樓行呢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車流量 是要進入 是要進入這個 進入這個視頻大道的口 那這個進入視頻大道口的車子 它必須要在這邊做轉彎動作 右轉的動作 那這個右轉動作 它其實如果說你把這個 慢車道拖壞的話 就可以增加這個 這個車流的一個效率 那另外一次 其實你為什麼要去拓換這個車道 其實本身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邊的人才會 這邊來這邊 這邊不少是在移車 或在商場的人數變多 那來這邊的人呢 他其實交通方式不外國這樣走 一種就是他搭公車來 另外一種就是他坐車來 那他在這邊要下車的時候 其實你這邊讓公車的警報站 變得比較寬廣 或是讓這個 發給這邊引進的地方 也變得比較比較廣 然後讓基層車也可以在這邊 不會不會打結 那其實這就是當初 為什麼要做 包括破關的比較原因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 僅僅把這個 快速車道這邊縮緊一道 讓這邊慢車車道 多一道的時候 其實這不一定會讓這個 整個的速率會變得比較慢 搞不好是一個 更有效率的方式 那所以說 我們這邊就提出這樣的方案 那我們希望說 其實 不要一直說沒不可能 這不是說 風期 風期 會影響關係的問題 因為這其實是他們在行政上的一個殊師 早在一百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要做 遺物救出的這個領伏 可是遲遲到一百年三年的時候 才正對這個遺物救出的這個方案 好少的領伏之後就說不可及 那一個殊子機位 他們已經做了這個原有的這個 鋼結構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其實 現在其實現在的鋼結構在一個 的位置上面 其實這個遺物救出的方案還是可行的 在我們這個殊子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不遇開的市場部門員 從這邊還可以開始可以 可以就是採拿這個意見 或是做更好的設計 讓這些樹都可以保留下來 好那主要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